嗯 我相信这个东西 大家都看过吧 入职的时候 一人发了一本 给大家念两段 嗯 三十二月 三十二 监察部 全称 联众银行金融安全 及人员纪律监察部 监 林大理 林大理 我们都是银行的老员工了 您不需要跟我们 念这些东西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您可以直接说 好吗 监助理 行长讲话 别插嘴 监察部为银行常设机构 对所有在职员工 对所有在职员工的纪律 富有监督和检查的权利 如发现其违规行为 依情节严重 采取不同的方式 进行纠偏 乃至联络金融监管部门处理 监察部 独立运营 只对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负责 这 这后面还有很多 我就不念了 说得很清楚吧 监察部面对的所有员工啊 所有 那就包括董事长在内 监察部只对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负责 解散和重组监察部 必须要经过董事会的同意 我说的没问题吧 原则上面 如果银行某一个部门 发生了重大的错误 那么董事长有权利 停止他们的工作 并且更换部门领导 事后只需要在董事会上面报备 就可以了 明白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董事长有权利 任意地更换部门领导 或者 停止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 对吧 那董事长有这么大的权利 那银行出现了任何问题 就应该是董事长来承担权责呀 那为什么张龙虎外 只有监察部承担责任呢 其他人就没有责任了吗 董事长 在做任何决定之前 都会跟各个部门协商的 这里面的事 恐怕您不太了解吧 这样 你早说呀 这差点误会了 那就是说 同意停掉监察部 就是在做各位共同的抉择 对吧 那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啊 当时 都有谁赞成啊 谁同意在张龙虎案 把我们银行搞得风雨飘摇 狼狈不堪的时候 同意停掉监察部 谁 警察部不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 发挥作用吗 尽快把张龙虎案这棵毒柳 从我们银行里切出去 监察部不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 那就是和现实情况不符合呀 我提议 我们再进行一次 现场的投票表决 我希望各位能够 慎重考虑 同意为了维持银行的信用 让监察部 重返工作岗位的 请举手 少数服从多数 钱主理 麻烦你记录一下今天会议的内容 跟董事长做一个汇报 还有 通知监察部的人跑步前进 两点前到我办公室 恢复他们的一切职权 散会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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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天哪 我告诉你啊 你这么整两天 我这个心脏 心脏可受不了 要不是您提前做了铺垫 那这些个领导 举不举手 还是另外一说呢 一会儿啊 监察部来了 你得陪我 我当然陪你 不仅要陪 你要出力 当然 我是你的助理嘛 好 行 嗯 来 杜总 喝水 喝水 喝点水 谢谢 喝点水 谢谢 欢迎 欢迎 林老师 叫林叔叔 林叔叔 你好 这 这位是 我儿子 停止这几天呢 我一直在家带的 今天没人看到 我只好把他带过来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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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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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叫白白 叫白白 白白好 你好 小伙子 嗯 握个手 几岁了 九岁 九岁了 长这么高个儿啊 哎 将来 一定要超过爸爸 好 真棒 这大儿子 我让他在这旁边坐会儿 没问题 没问题 坐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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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这大伙子 你老师总监 听我 平常也不让他玩 来来来来 坐坐坐 坐坐坐 好好好 坐坐坐 好 谢谢 谢谢 来 小朋友啊 给你放在这儿了啊 谢谢 不客气 林行长叫我跟老祝回来呢 我们俩心里其实挺感激的 但是我俩在身体上呢 精力上呢 可能害怕 跟不上林行长的节奏 还是年轻人的节奏是吧 对对对对 我都有点盯不过他 是是是 年轻有为 我们不行了 对对对 平常咱们工作也忙 没有时间在家陪老婆孩子 这次呢 我也想正好在家好好休息一下 是是是 其实啊 董事长把我们监察部停了 也是好事啊 我们确实不大适应 现在这个工作节奏 工作了这么多年 还不适应啊 林强行长交给你们的那包资料 还在监察部吧 还在监察部吧